你好,我是折折王子 我们来折一款冰玉鸟 我用的指标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上下边对折,只要压左侧 展开 下面的边折向刚才的折痕 只要压一小段 展开 再次把这个边折向这个折痕 压一小段 展开 上面的边折向最下面这个折痕 展开 从这个交叉点 把这个左侧的部分往右折 展开 展开 翻到背面 沿着交叉点 把它往上折 展开,翻到背面 按照折痕把它收起来 两侧往里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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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角 往里折 展开 折开 按照折痕往里折 把上面的角做沉折 稍微折开 把这个四边形的折痕捏出来 把这个四边形的折痕捏出来 翻到背面 翻到背面 两侧往里折 翻到背面 折开 按照折痕往里折 这个角折到上面 然后稍微展开 把这个角往里折 收起来 这侧也一样 稍微展开 把这个角往里折 收起来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翻到另一侧 稍微展开 把这个向外翻 然后收起来 这侧也一样 把它拉开 把它拉开 把这个向外翻 把它收起来 把这个向外翻 往上折 展开 这侧也一样 放到背面 将这个边 把下面折到后面去 然后看 然后看这一侧 这个 再沿这个边往里折 折进里面 翻过来 这一侧 这一侧 也一样 把这个边折到后面去 看这一侧 这个小角多出的部分 折进里面 翻过来 把这里稍微展开 这里 向外展开 把这个折痕 翻过来 把这里撑开 往上撑 把这个折痕捏起来 这一侧这个折痕捏起来 然后上面的纸藤 冰到一起 把这个折进里面 把它收到一起 再把这个角对折 调整一下 把它对折 形成腿部 另一侧也一样 放到这一侧 展开 稍微展开 我们要把这个折痕 翻过来 展开之后 把这里向上顶 然后把这个折痕捏出来 这一侧 这个折痕捏出来 上面的纸 上面的纸 拼到一起 把这个往上 往里挤压 收到一起 眼中间 把它对折 把这个角往里折 大概折向这个折痕 展开 这折痕下面 再折出一条折痕 展开 折开 按照折痕 往里折 左侧捏起来 右侧折开 往里挤压 这里 往右折 留出一小段 再往左折 露出一个嘴部 展开 撑开 调整一下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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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撑开 重新按照这个折痕 把它收好 眼这里把它往里折 展开 从这个点到上面 留出一小段 再压出一道折痕 展开 展开 按照折痕 往下折 再按照折痕往上折 再把它收起来 把尾部 往下折 展开 距离这个折痕 给我出一小段 再往下折 展开 撑开 按照折痕 把它往下做皱折 形成这样 把它的爪子 撑开 再对折 这一侧也一样 撑开 对折 调整一下 使它能够自然的站立 这样就完成了 关注折痕往的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